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在外国买屋 是隔山买牛 其实就不是 是隔海买牛 更惨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有个双熟的人 信得过 去和你去管理 屋是大把 你去哪里买都行 好像我近期和一个投资者 他说在Stoke on Trend 那里想投资 我说为什么那里 因为那个 那个agent 销售他很好 你可能怀疑为什么 因为我又销售你很好 其实这东西 哪里都有投资的机会 Hello 我是John 今天在这个video 介绍一个新的 property 两房的property 那么呢 在Paisley 这里 Paisley 那么呢 就 这个property 那个home report 是70 我们70 买回来 那么呢 就 在那个home report 那里 就 highlight到 有个地方 是有damp 那么呢 就 对方呢 我还用这个东西 来negotiate 其实他之前是要超过 7万的 那么呢 就用这个东西 来negotiate 那么呢 就搞到 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surveyor呢 就 说那里有个damp 那么呢 我们刚才呢 刚刚有个师傅呢 就 其实这个property 是ready的啦 如果你没有经验呢 就觉得 哎 立刻可以搬得进来的 那里有个damp的地方呢 是要investigate一下 OK 因为如果不做好呢 这个damp呢 以后呢 这个damage 是重大的 那么呢 我和他在外面 走过一下啦 那么 呃 和周围去 望啦 那么呢 就 呃 到时 要做些investigation的 那么呢 那个seller呢 就去找了 那个 有另一家公司来做 我觉得 那家公司呢 因为他是 给个free survey 对方 其实呢 他是想 做些工作去做 我觉得呢 就不用花钱 这么多钱 去做那个free report 我会帮这个投资者 希望省得到他的钱啦 OK 我觉得那个公司呢 是做得很极端的 就是做了 unnecessary的东西啦 因为他想制造多一点 的business给自己 因为他说明是free report 那么呢 他的business是做dam specialist的嘛 那么我觉得呢 就未必是这么严重 OK 那么呢 所以呢 我就用了我自己的师傅 给了second opinion 还有我们接下来会试少许东西 跟着呢 下一个video呢 才可能update你们 那么呢 我转头呢 就倒回去这个镜头 给个quick walkthrough 介绍这个两房的property 在paisley这里 OK 那么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video 我叫啊John 我和我太太啊Joyce呢 在Base 在Glasgow 五年来啦 都帮香港人呢 物业投资 那么有些人呢 以为我们是刚刚才做的 那么其实我们做了五年 只不过呢 现在多了youtube啦 我就多了一些video 多了人认识我 我每个礼拜呢 都和很多人 很多新potential的投资者 或者偶然有些人 想来这里relocate 就给一些consultancy 你们啦 那么 我就 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 我就不介意分享 我很喜欢和你们分享 物业投资的好处 因为呢 我和我太太呢 都是靠物业投资呢 是搞到自己有passive income 搞到自己financially free 而现在去做这个business呢 我们现在有百几间property 去manage 那么 我们自己都有property在这里 我公司是manage 我自己的property的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 如果你在外国买屋 OK 是隔山买牛 其实就不是 是隔海买牛 更惨啊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一定要有个双熟的人 信得过 去和你去manage 屋是大把 你去哪里买都可以 OK 好像我近期和一个投资者 他说在stoke on trend 那里想投资 我说 为什么那里呢 因为那个agent sell他很好 那里 你可能怀疑 为什么Glasgow 因为我又sell你很好 其实这东西 哪里都有投资的机会 我为什么这么passionate Glasgow 因为我本人就在这里投资 我本人的team又在这里 我们的lettings公司 Dragon property lettings 我也是靠这些property 搞到自己有financial freedom 所以我就这么passionate 和大家说的 OK 最紧要就是不要去买一个property 很多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了 买property就很简单 去maintain这个property 才是最难 OK 还有要找一间公司 是你信得过 去尽量look after 你的best interest 就是好像我这个case 我想省投资者的钱 其实呢 他就想立刻搬入 如果没有经验 我现在立刻 这个property可以出租 那其实呢 没有改到那个problem 那个dampness的problem anyway我说了很多了 我希望你们给个like我 这个video 等变成多些 youtube会share给多些人 跟着呢 给个subscribe我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看我的video 不subscribe的 你subscribe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真的要找我 问一下我 Glasgow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的 物业投资 或者想了解一下 物业投资 想explore一下的 我的email是joinman.net 或者你可以 怎么说呢 上我的网址 和我预订个call OK 那我可以和你谈一谈 那我们最近呢 又出了一个新的sourcing system 还有很多人 不适用 OK 在telegram的 如果你想 我帮这个投资者 找这个deal给你 那你要join 我那个system 在telegram的 OK 又是email我 那我就 会加你进去 OK 那如果不是呢 我不知道你是对这些 这样的deal有兴趣 我现在呢 就调回镜头 给大家看看 这个property OK OK 这个property 是ground floor 来的 那那个surveyor 就说这个corner 就 嗯 湿了 有点dump 那 我们呢 就 刚才我都 没有他标给你看了 我们他了 是真的有点湿 所以找人 investigate OK 那湿在ground floor 只有几个情况 我可能在这个video 不和大家share 那呢 其实我们想找到一个source 最重要是那个source 现在这样看下去呢 你可以基本上呢 拍照呢 就可以摆上去的了 是吧 那这个property 那里呢 可能有人 有个位置 是床头位啦 有个印在那儿 不是很小事的 我们都照可以出租到 地毯都很干净 那呢 这个厕所呢 这个厕所呢 就 少了些toilet furniture 好像toilet road holder 这里有一个 或者没有块镜 我太太很喜欢 和她整块镜 那里呢 没有了个管 OK 那么呢 那么呢 还有 基本上呢 很少东西做 其实呢 如果那个投资者 你们不懂 就立刻可以出租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厅 又很大 OK 这个很大 两百尺 两百多尺 这个厅 没有东西做的 那么呢 那些门呢 每个门都有少少少问题 那么呢 我们要和你收拾一下 接着这个是细房 细房都有100尺 差不多 都很大 接着呢 厨房 这个厨房 这里呢 就是没有什么做的 那些柜呢 因为它的质素 不好 每个门呢 都开到一样的 这个可能OK 就是有一些呢 是 我不记得了 好像这个 那样 开得不好的 这个也是 我们要找人去 adjust一下 那地下呢 可以keep 那么呢 现在这里 paste来两房 这样呢 应该是 700磅租的 这个 这个租 那么呢 有机会可能 多些都不停 OK 那么呢 我是暂时说这么多 那呢 遲些呢 有update才和大家说 OK 拜拜 拜拜